作词 李宗盛 不知道未来又怎样风景 电影会因为谁而重现了剧情 突然的暴雨路看不起 不知道今晚有没有信息 看着那最后一颗烟花或消失天气 提醒我有些话不说 一切会不会太晚 我就是一直一直一直这样的喜欢你 在无眠的行业 高低的季节 拼命再勇敢一些 我们会一天一天一天 长长地走下去 答案的秘密 无解的问题 都变成了最简单的一句 是这儿吗 是这儿吗 不是 你确定你把他们甩跑了吗 我好像听到宋子齐的声音啊 这是你们不干嘛 我万一他等会儿出现在门口 我是要死了我跟你说 真的 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天都没睡过好觉 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好像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小苏 宋子齐开门哪 宋子齐开门 我知道你在这儿 别坐在里面不出声 宋子齐 开门 开门 别说谎 别 宋子齐 宋子齐 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在这儿 你给我出来 不就被停学了吗 至于在这儿玩失踪玩颓废吗 别躲厕所里了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你这么活蛋你 你这么活蛋你 没 没必要 没必要 阿迪 阿迪 你冷定一下先 你们俩出去 我要跟他单独聊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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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要不 我先送你回学校 是吗 我的包还在里面 我还是去外面等吧 你下手轻点去 你把我打坏我当不了飞行员了 你还想让他当飞行员呢 你不是要失踪吗 你不是要逃避吗 你不是要逃避吗 电话已不接 QQ也腻了 就给我发条短信让我永远也不要找你 宋子齐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憋什么这么对我啊你 对对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有用吗 你不是又被停学了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至于躲我跟董温神一样吗你 你冷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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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当初是你说要跟我在一起的 也是你说要去当飞行员的 也是你执意要异地恋的 好 现在出了问题 你就只会躲起来不敢面对 宋子齐你还是不是男人啊你 够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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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 番薯 老板给我个番薯 十块钱两个 好 嗯 嗯 没带包出来 没带钱啊 嗯 小伙子 你女朋友没带钱 快过来 付钱啊 宋子齐 我很想你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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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赶不上飞机了 那 再把下一班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 听话 你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不能让你再继续逃避下去了 怎么你没睡来整理我的吗 我 我睡来找你要钱的 要什么钱啊 一个为一百块 你自己算一下 当初清了我多少下 等着 这么多 够不够 不够这儿还有卡 全给你 拿走 拿走啊 混蛋 谢谢啊 谢谢啊 我改天把钱还你 不用 沙迪 你们看到沙迪了吧 他不是在里面吗 没有 刚才冲出来 你们看见了吗 没看到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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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电话给他 他 打过去 你们干嘛呢 上帝 对不起 我错了 我 我刚才抽筋了 刚才不是我 对不起 上帝 宋子清 你放开我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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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出来乱跑 你啥都不会 你要是真出点事 我 你 你怎么 我 我也不知道 如果丁线真的不在我身边了 我想我会很害怕吧 我来吧 跟我还特别想让你 我走了你可为一个人偷偷在地下里哭我 好 有的话该说还得说 知道了 谢谢我好舍不得你啊 我也是 要不然你俩再待两天呗 那可不行 再待两天宋子齐又该跑了 而且总得让他回去跟他爸妈认个错吧 我觉得他下次也不敢了 你就放心吧 周思悦 我们家现现要是有半点损伤 我还是会杀回来的 放心吧 他不会丢的 那就好 你过来 干嘛 那咱俩算和好了呗 做梦吧你 我找了你多久啊 你都得加倍补偿回来 我们走了 注意安全 别哭啊 安静的 好好的 嗯 我送你回学校吧 不用 我自己可以走 我自己能来 我自己可以走 我自己带来 快点 我公子 我自己带来 你快点 你快点 我 spin 你快点 你快点 我先走了 天下要是忙的话 别总往这儿跑 我和你妈挺好 我忙得过来的 对了 丁仙也考到华清来了 这孩子我喜欢 身上有骨子劲 不一般 是我耽误你了 是我耽误你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还没有到时候 什么叫没有到时候 要什么时候才算是到时候 我 年轻的时候 我要到江陵去教课 想着 让你妈带你一块儿来 但是你妈妈呢 大小过关了安稳的日子 就是不愿意跟我到处奔波 我觉得这一家人 总是两地分割的成什么样子 但是他妞得很 说什么也不同意 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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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 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俩超过很多次 我本以为啊 他自己一个人带着你 会在深海过不下去 早晚有一天会来找我 后来才发现 我低估他了 他不仅把你养大了 而且把你养得那么优秀 我都不知道 这么多年 他就经历了多少 吃了多少苦 直到这次出事 我才明白过来 你妈妈一直都是一个 还有能耐的人 为了照顾我 舍得放下这么多年的执念 跑到江陵来 忙前忙后 一个累子没说过 我每次 看着他累得睡着的样子 就想 我当初为什么 就非要到江陵去做这个教授呢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非要让他懂我呢 进去吧 这里有风又该着凉了 嗯 我相信你 我的儿子到哪儿 都能干得成大事 可是爸爸不希望 等你把什么事都做完了之后才发现 竟然没有一个人陪他生命 你自己的事 别拿我和你妈当借口 我们好着呢 为不你操心 行了 没什么事回去 你把你打开 你打开 然后再找个小时 我给你招伤了 我给你招呼 我不要把你招伤了 我没想到你 我说你招伤了 你招伤了 你招伤了 老大 你终于承认了 我就知道你就是喜欢跌下小师妹 行了 你就说帮不帮 帮 当然帮 追女孩我最擅长的 你好 兄弟们 以后我们就是追爱阵线联盟 那我就是追爱 那我就是阵线 你就是联盟 我真是脑子坏了找你们两个帮忙 快点 你不要急嘛 我已经打听到了 动漫社在远旦放假那几天 要去淮城参加漫展 而淮城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游乐园 游乐园好 游乐园好 你看 坐过山车 你就能抓他的手了呀 去鬼屋 再鬼屋 他一害怕了就会搂住你 我上次带孔沙迪去 又给他下的嘴儿挖乱腰 直接搂着 你说什么了你 行 先挂了 先挂了 老大 你还追爱吗 说也 进 苏总 怀城机器人大赛开幕式的科技展展品 已经准备好了 您过目一下 去怀城的机票要订了吗 订好了 明天晚上九点 改到早上吧 好 赶紧上去吧 好 不好意思啊 楼凤 这次刚好机行有事 就让你一块儿过来帮忙了 没事 反正我闲着也闲着 我就当时来蹭玩了呗 行 那我先上去了 你看看 楼凤 你知道这次动漫社社长 为什么没来吗 不是说临时有事吗 你傻呀 你看不出他喜欢行动肺学姐 据我打听啊 这个季航学长 喜欢行动肺学姐多年 可是呢 他就只能看着他一次又一次 喜欢上别人 前段时间他表白了 你再怎么着 怎 怎么 你直接说 我还以为 我们是好朋友呢 小心 小心 小生妹 早 早啊 袁范师兄 早啊 师姐 谢谢 要我帮你吗 不用 我想吃 我帮你 你给你 这行 莫菲师姐还真不简单啊 他不是一直骚扰你周师兄吗 你可得小心点 说道道道道道 我还要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这次机器人小队只有五个名额 没事 我跟叶教授打了招呼了 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周思雅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怀城啊 不是因为你嘛 老大人倒行 这行 莫菲师姐 对周师兄还真上头啊 走吧 谢谢 就算 吃个苹果吧 不用了 我不饿 虽然不饿 留着晚上吃 来 给 师姐 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你听过没有啊 什么话 这苹果啊 要在早上吃 这早上吃的呢 是金苹果 下午吃的呀 是银苹果 这晚上吃的 可就是毒苹果了 哪有你说得这么邪乎啊 真的 我们村老人就喜欢晚上吃苹果 后来 后来怎么了 后来啊 死了 你别瞎说 行了 行了 你们不困嘛 学校 我先饿了 走 泡面加蛋 美丽滚蛋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想吃个麦克风自己饱 可以啊 谢谢 谁啊 怎么叫你谢谢啊 他是我一高中学长啊 学长 冯聪哥 这么早就到了呀 好 动漫社的房间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 直接放新入住吧 谢谢 看人家不从哥不光人帅多金 还这么贴心 好好把握一下啊 我先进去了 一路上累不累 还好 我 我可以 好 学长 这么巧啊 好久不见 学长现在业务范围挺广啊 还负责接待宾客啊 我是来接线线的 对了 你们的那个机器人大赛 是我们赤马赞助的 赤马好像是这样 喜欢什么事都掺一脚 那也要有实力才能掺这一脚啊 期待你在这次比赛上的表现啊 这个不用学长担心 嗯 袁芳 快点 来了 来了 吃饭了吗 哦 我知道 没有呢 还 这死缠烂打就是不要脸嘛 说什么呢 不好意思啊 我到了不跟你说了啊 您是赤马科技的苏先生吗 你是 学长 你们先把行李给我吧 你们先聊 我先进去了 走吧 您好 不好意思啊 你等我一下 谢谢 马上一起吃饭吗 今天晚上可能不行 我得赶画稿 那行 那我让前台给你送餐吧 对了 我的房间是902 有什么事情的话 随时可以找我 哦 好 快回去休息吧 学长走了 拜拜 拜拜 房间号我告诉你了 你给我说是学长 对啊 苏先生 您好 您好 早就听说 赤马科技赞助这场比赛 一直想找时间跟您接触一下 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 这是我的名片 不好意思 我现在有点事情 咱们改天再详细聊 好 华青科研小组的周思悦 是我 你好 刚才叶教授给我打过电话了 让我来跟你对接一下比赛的事情 行 没问题 我留个电话 然后我方便联系你 可以吗 行 看来帅哥走到哪儿都有特殊照顾哦 好了吗 那 就是这个 好 谢谢 你好好休息啊 拜拜 您好 我下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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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满了 没满啊 现在满了 你明天什么安排啊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想干吗 想约你啊 明天没空 什么时候都没空 行啊 那你跟我说你明天去哪儿 我去找你 你能不能不要再跟着我 就这么不想听我说话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周思悦你不要这么无赖 好 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其实你那天和素补丛说的那些话 我都听到了 所以当我知道你复读的这一年 这么辛苦这么累 都是因为我的时候 我就犹豫了 我以为推开了你 你就能找到自己新的生活 我以为自己是对你好 就擅自做了所有决定 其实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怀疑我自己 我很害怕见到你 我害怕你看到现在的我 会对我失望 因为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周思悦了 不是那个 可以再给你能量的周思悦了 所以我只能选择逃避 但是后来 你来到华清之后 你出现在我身边 我忍不住去在意你 我总是忍不住去想象我们的未来 我总是忍不住去想象我们的未来 可是这个未来绝对不是让你 去牺牲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成全我的 其实我只是想让你明白这一点 不是像现在这样不理我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 说完了 你说的这些事情我不是没有考虑的 你因为叔叔的事情怕影响我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怕过 你说要出国想把我推开 那我就去解决你的异地链所有的顾虑 至于学校里的人怎么看待 我不会去在乎 我一心追在你身后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喜欢你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真正的感情是势均力敌 而不是你来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 周思月 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喜欢到底是什么样的 周思月 你在这儿啊 我正好找你有点事 meantime you are 丁线 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您叫什么 在这儿ies do you know 属于 fifisy Really know dur 陆线 Store 突破 在这儿 各自规计较错 只为他在梦中停留 老大 你不行啊 丁线小师妹直接拒绝了你 那我们后面的计划就泡汤了呀 丁线室友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楼凤呢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不是在叶教授科研小组吗 我有一门叶教授的课怎么也放不上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自己都只是个实习组员 我来搞定 周师兄的麻花啦 保证完整的任务 夫妇 你刚跟谁打电话呢 我一个老同学 慢诊不是后天布置吗 明天我们出去玩呗 好呀 去哪儿玩 交给我喽 你到哪儿了龙凤 好吧好吧 你快点啊 行啊你 连我室友都收买了 看来 大家都想帮我嘛 哎 哎 票都买好了 分不去啊 大老远跑过来不进去玩一下 票还挺贵的 那好吧 我们说好了 就只是玩 你不要对我有其他想法 我都听你的 看来 看看去哪儿玩啊 老大 怎么样了 进来了 但不知道该去哪里啊 带他去鬼屋啊 带他去鬼屋啊 对对对 带他去鬼屋 可是没看到有鬼屋啊 你好 请问可以加你个微信吗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走 走这么快干吗 走 走这么快干吗 你要是不想玩 我可以自己去的 怎么可能不想玩 那你说 玩什么 哇 好大的迷宫啊 我们今天来的是个儿童乐园吧 我就说我们没鬼了 你说什么 什么儿童乐园啊 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 你是不是害怕玩迷宫啊 我 怎么可能害怕玩迷宫 那不然我们俩比一比 比谁先从迷宫出来 如果我先出来 你就要答应我 以后都不能不理我 好啊 那如果我先出来呢 那就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行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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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作还是我优啊 你笑什么啊 感觉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警告你啊 你不要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走那边你不要跟着我 我也不觉得我 看我走那边你走那边 什么啊 你看我走那边 你好 你可以想起来 我是不是想起来 我回来 你不用怕 我没怕 我是怕你找不着路 走吧 你走前面 这边 外面的空气真是太自由了 我赢了 什么 我先出来的 行啊 那也是我让你赢的 什么你让我赢的 我赢了就是我赢了 怎么 你是不是不服气啊 有点儿 那我们再比一局 来啊 比就比 原来时光可以如此曼妙 尝尽那份美好 回忆留在和你每分每秒 是爱情不可打扰 很奇妙的味道 浪漫在发酵 依偎在你的身旁 是你温柔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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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和你去远方 寻找彼此海洋 让爱的光芒带你忧伤 心空消息的愿望 谢谢啊 和你经过漫长 实现了所有幻想 不用了 来 谢谢 不用谢 你看着什么呢 小时候爸妈带我到游乐园玩 我也想要汽球 可我妈不让 但给我弟买了一个 啊 对了 上午迷宫我赢了 我还没给你惩罚呢 你想让我做什么 什么 你给我办一个吉祥物吧 我周思月 给你办吉祥物 你在跟我搞笑啊 我想让你好好疼 嗯 想要什么 你让她ですね 对 我还有了 我可以 你少说 你三个人 你也没 你说 你 你 抱歉啊 到底怎么歉啊 我本来想全部都给你的 现在就只剩这么一个了 其实一个就够了 什么 没什么 怎么样 还有没有什么想玩的东西 都不想的 怎么办 都不想的 怎么办 都不想的 怎么办 都不想的 跟着地了 都不想的 没领导吗 没有 在这儿等我一下 来杯热客车 陪我纸巾 这儿 谢谢 它里后面都湿了 我自己来就好了 别动 又人家怎么这么烫 这么烫 这手怎么也这么丁了 这好像是我们第二次一起淋雨了 你还记得 第一次一起淋雨是什么时候吗 记得了 高夜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看到这一二十天末日 当时还差点碰到楼上了 那 世界末日的烟花 是你放的吗 是你 谢谢你 这件末日的烟花 让我重新有了靠环境的动力 也讨厢 如果再凡 Ted 还是讨厌一下 我们一起来到最后的这个地方 去温暖的 这个地方 的东西 大家在这一г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明天是机器人大赛的开幕展 你要不要来看 你别得寸进尺啊 我们今天说好的 自己出去玩只是意外 那你可要坚持得久一点 因为我是不会放弃的 谢谢 队长 你怎么在这 我刚才去你房间找你 你说又说你出去了 刚才外面下雨呢 没领导吧 有我在 他不会领导的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没有 有一点 那要不学长先回避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有一点工作上的事情 找先生聊一聊 他已经有点困了 有什么事不能改心聊吗 学长 没关系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坐下来聊吧 好 走吧 谢谢 你先看一下这个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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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好问题 我来这儿消费不可以吗 我来这儿消费不可以吗 谢谢 谢谢 之前 怀城的一家漫画公司 找到我们做一款应用程序 现在应用程序差不多已经成型了 马上就要上线了 漫画公司的张董事 问我有没有推荐的画手 我就想到你了 科技公司也做漫画应用程序吗 你们公司还真是什么都做啊 是啊 创业公司嘛 老板想多尝试一下各种业务 有远见 谢谢啊 没有远见的话 也不会让我过来找线线合作的 这个说得对 这应该算是我们两个唯一的共同点了 可是 我现在想到你了 我之前没有跟漫画应用程序有过类似的合作 这个你不用担心 这款应用程序呢 目前是国内首发 也是唯一一个专业做漫画的平台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 那我是要做什么吗 正好我们现在也在怀城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明天跟我去见一见这个张董事 明天 明天 明天可能不行 你 你是 要去找他吗 不是 明天动漫社的漫展要准备布置了 我怕没有时间 那 等你有空了我再安排 太好了 谢谢学长 那我先回去了 我晚上还有赶画稿 我送你 我送你 我们不都住在这个酒店吗 我们不都住在这个酒店吗 好 我先回去了 不用送我了 等一下 我还有话还要跟你说呢 要不你先回避一下 学长 要不你先回去 好 那你记得早点休息 嗯 有什么事情的话 随时联系我 好 学长 拜拜 拜拜 早点休息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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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 我不太喜欢这个人 但是 他刚刚说的东西 确实是个不错的机会 我觉得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你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当然会支持你的 那我先回房间了 明天机器人开幕展 你一定要来啊 我可是会一直懂你的 你们俩和好了 你们俩和好了 我们俩就没好过哪来的和 你还说我 都是你出卖我 逛了一天游乐园 还专了叶教授的一门课 不愧 小师妹还没来 不应该要多这个点 快点 诶 龙峰 你把这个放完之后 上去拿一下明天的时间表 再去服装间对一下明天的服装 还要去服装间啊 服装间我去吧 正好我也都弄完了 那你不去机器人大赛看幕式了 没时间聊天了 快去吧 好 那我先去了啊 先是我爱你 拿时间表啊 快点 好 师傅 这车可以走了啊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一会儿大家都要去重心展示演讲了 能再稍等一会儿吗 我们可能得晚一点 那你们计划展示几个方案呢 先展示一个吧 你们还上不上啊 你先去展示吧 不用等我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小师妹不来 你那台机器人也可以展示的呀 她今天不来 就没有展示的意义了 你先进去吧 没事 所以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你们所剩了 服装间我去吧 正好我也弄完了 外面有没有人啊 外面有人吗 有人在这个里面 辛苦了 快回去吧 好 一定的 拜拜 拜拜 行 菲薛姐 时间表拿到了 嗯 行 那今天就没什么事了 辛苦了 那个 丁宪呢 丁宪他那个 刚才不是核对服装去了吗 然后好像说有什么急事就先走了 我先回去了 拜拜 老大 开牧师都结束了 我觉得小师妹她不会来了 咱也回吧 要不 没事 你先回吧 不用等我了 行 你别太晚 放心吧 我先回来 师傅 丁宪的手机怎么在你这儿啊 我这就去拿 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他该不会 还在慢展中心吧 丁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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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思远 赵思远 我在这儿 丁宪 我在这儿 赵思远 你听到吗 丁宪 你在里面啊 我被困在里面了 丁宪 你往后退一下 往后退啊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这样进来 你确定不会被抓了吗 情况特殊嘛 你等我一下 你是怎么被关在那里面的 我也不知道 你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 如果以后我不在你身边 你怎么办 反正第二天肯定是会被放出去的 我等着别人来给我开门不就好 你就嘴硬吧 对了 你的开幕是办得怎么样 我没上啊 为什么 你这次来不就是为了鸡翅人大赛吗 也不全是 还有追你啊 周大少爷 什么时候这么没有事业心啊 那是因为 我有足够的自信 机器人大赛 我能拿到第一名 你 我也要追到 我要做了 这是我小朋友大人吧 周思悦 周思悦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赖了 那你应该再聊一下我一遍 过来 过来 站住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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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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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监 如果你们的,你们也一定要忘记想我吧 救命啊!救命啊! 救命啊! 不行啊! 太好了! 太好了啊! 他就在一起了 我还以为你不看我吗? 你不看我吗? 你也说我爱情 你不能再跟自己接下来 你不看我吗? 你不看我吗? 丁仙 你之前问我 真正的喜欢是什么 现在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明明长得很一般 但却越看越好看 明明觉得让人想发脾气 却又觉得她是全世界最可爱的 明明知道她在说话 却又不忍拆穿她憋脚的演技 明明 每次哭得都脏兮兮的 但还是很喜欢 你才怎么细心 明明 是谁啊 丁仙 我喜欢你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都变成了最简单的一句 谢谢你 干嘛呢 谁让你们进来的 你们怎么进来的 现在都不把我们安保放到眼里了是吧 好好登记 不好意思啊 是我带她过来的 所以跟她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现在这些小年轻情侣啊 非要找刺激 赶紧登记 看什么看 赶紧写 好好写 我们不是情侣 你看你这长得也是一表人才的 怎么连个姑娘都追不上啊 这不是正在追吗 然后就被您打断了 你们先在这儿等会儿啊 我进去检查一下 没有问题了你们才能走 你还没给我答案呢 周思月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还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可以啊你 还挺记仇 行 我会一直等你呢 等到你的答案为止 谢谢 你怎么在这儿 学长 啊 苏总 您怎么来了 您认识 他们是我朋友 给 谢谢啊 行吧 那你们先回去吧 下午为例啊 苏总 那我先回去了啊 辛苦了 你怎么在这儿 明天就比赛了 我过来跟主办方确认一下流程 你们回酒店吧 我送你们 好啊 谢谢啊 谢谢啊 阿姨前两天给我打电话 说我们一起来了怀城 让我好好照顾你 我这几天有点忙 等我忙完了带你出去玩啊 苏先生日理万机 这种面子工程还是算了吧 那是你不太了解 线线跟我从来都不会生分 她也一直把我当哥哥看 是吗 那我怎么从来没听她提起过 我 你这个哥哥 可能是因为你们关系还没那么好吗 你不知道也正常 线线跟外人 当然什么都不会说 就算她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也知道她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好 谢谢啊 漫画应用程序的事情 我想跟你聊一下 哦 怎么了 不如你回避一下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能在这儿说吗 没事 学长 你说吧 那个漫画公司的张董事 看了你微博上的漫画 特别喜欢 明天正好有一个饭局 她想当面跟你签约 太好了 谢谢你 学长 我也没做什么 就是引荐一下而已 明天我带你去买一身衣服 穿得正式一点比较好 她现在这身有问题吗 嗯 没关系 学长 我自己有衣服 你放心吧 那行 明天我会陪你一起去 不用太紧张 丁线才不会紧张 你也太不了解她了 嗯 我先回去了 周紫月 周紫月 我说过了 离现在远一点 我也说过 我是不会放手的 那这次的讨论 我们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取得好成绩 谢谢大家 醒了啊 嗯 你还记比记啊 我就没你的眼 事业 爱情 两把转 你看她那个德行 那个交际话的样子 谁都聊两句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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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关你什么事 走吧 你去哪儿啊 不慢点啊 你要不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小师妹不在那儿了 她才不在那儿你怎么知道 我问楼凤了 楼凤告诉我的 那她在哪儿呢 她被苏波从接回酒店了 谢谢 嗯 今天的活动还顺利吗 挺顺利的 而且人类量还挺大的 现在才忙完 那你今天一天没吃饭啊 嗯 习惯了 也不饿 怎么不接我电话啊 手机没电了 嗯 你不是去学术交流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已经结束了 不用准备演讲稿吗 昨晚就通宵写完了 那你不回去补教来这儿干嘛 这不是想见你吗 周先生真是阴魂不散 穷追不舍 彼此彼此 苏先生就不必武士不孝百步了吧 哎 你们要喝果汁吗 我去买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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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买 在这儿等着 夫人 来杯果汁 你好 需要什么果汁 南美 热的还是冰的 冰的 那甜度 全糖 一杯 一人一杯 我买我的 她买她的 好吧 谢谢 这五位 喝不完 好 谢谢 谢谢 饿了吧 一起吃个饭再回去吧 好啊 我上次苏先生请我吃饭 我还怪不好意思呢 这次我来请 我还没答应呢 好啊 不如把大家全都叫上吧 正好来了怀城也没聚餐 我知道一个环境还不错的地方 不过 周先生破费了 与其为我担心 不如先想想自己还有没有机会 好酸啊 我先回去了 你回来了 嗯 这什么 南美汁 我不喝 酸 听说今天两个大事哥 同时去找你了 你快给我讲讲 你今天是不是特快乐 怎么可能 根本就是两个幼稚鬼 我都快被他们烦死了 不过呢 我还是占 你跟周思月CP 你喜欢他这么多年 如果真没在一起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其实 他跟我表白了 我差点就答应了 你拒绝了 你拒绝了 我喜欢他这么多年 他才追我这么几天 我要是就这么简简单单地答应了 那我之后还不得被他撤死死的 你说得对 但是 我总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 还差点什么 差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就是想不明白 他去吗 他去吗 那他晚上请客聚餐 你还去吗 算了 不去了 你快来呀 我出去一下 我去吧 胡聪哥 怎么没进去啊 我想跟你说点事情 什么事儿 说吧 是这样的 你不是喜欢丁线吗 我可以帮你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为什么要帮我 为了周思月 反正他们俩还没有在一起 我还有机会 你也是 娄凤 你是不是又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真的是 你怎么来了 来上午去吃饭啊 我不饿 你是不是不想见我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我可是为了你请所有人吃饭 你居然不给我这个面子 又不是我让你请 反正你不睡我就饿死在这里 我也不走了 好 去 吃饭 欢迎光临 谢谢 来 谢谢 这边 给你留了座位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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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这儿呗 好的 来 我跟你们说啊 我们来这里都这么多天 也没有好好聚一次 对吧 今天我老大买单 下次什么 点鼓掌 好 谢谢男生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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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开心就好啊 来 点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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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学家 我想吃这个 辛苦 辛苦 两载 我们今天难得 人情 也别光吃饭了 玩个游戏好不好 玩什么 就玩我们一期前老玩那个国王游戏呗 还有的带了 给 你准备得好充分哪 那是 会玩吗 不可以 来 我发牌啊 没事 我教你 传一下 必须吧 谁是国王 我是国王 我的要求很简单 敬我一杯酒 叫我一身大美女 你就好啦 谁呀 行 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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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 谁是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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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 嗨你啊 你吗 听不见 什么 班家瑜 对不起了啊 大美女 喝酒 干碗啊 干碗 干碗 干了啊 可以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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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继续 谁国王 谁是 我是 国王 那就三号问六号一个问题 三号 六号 我是六号 三号是谁 三号 你问吧 三号啊 三号 你问吧 问题 你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你问的这些干啥呀 你罚一个 你快点 不是吧 陈思雨 你还在记着我抢你巧克力的事 你也太小气了 这个不算啊 重新再问一遍 没什么事 我问我完了 我自己喝一个 你干的 喝完 身体不好 别搞我 行 来吧 那这把你罚吧 行 来 你这问的是什么问题啊 这边少一点 我怀疑那天 把你关进服装间的人是他 不可能吧 我是国王 既然你们都放不开 那我就做一把坏人好了 这样 五号跟 四号 亲一口 四号 五号 四号 五号 四号 五号 来 谁谁谁谁 快点快点 谁 谁啊 谁 谁啊 谁 我是五号 我自罚一杯 等一下 一起喝一杯吗 一起喝一杯吗 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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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能喝 没清朝 没异性 不去 走开 老大 我 周思悦 我先走了 走了 拜拜 谢谢大神 看一下袁放啊 我为什么看袁放 周思悦 你应该明白 他跟我在一起会过得更好吧 前提是他愿不愿意 我不这么认为 给我一些时间 我会让他想明白的 那你未免也太想当然了 事实就是这样 只要他愿意 我们迟早会成为一类人 而你呢 出国留学还是帮人打工啊 你不会真觉得 你们高中那点感情 能扛得过这些吧 好好想想 先生 整年二十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这次的机器人大赛 就到此正式圆满结束了 在这一次的机器人大赛中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优秀学子 南京大学 黑龙江科技大学 等优秀高校的 马上了 马上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颁发 本届机器人大赛的冠亚继军 首先 本届大赛的冠军选手 是来自华清的周思悦同学 请周思悦同学上台领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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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华清大学科研小组的周思悦 喂 喂 思悦 你这个 谢谢啊 没事 是 刘晓峰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你是代表科技大学来参赛的 是啊 你怎么会去科技大学 我记得你当初说你想学经济类的 你还记得啊 嗯 其实我是因为你才学的计算机 啊 不是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 你别误会了 我只是特别感激你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赢进高考那阵 我特别紧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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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压力真的好大 其实我也很迷茫 就我不管考不考得上 我也不知道我以后应该做什么 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世界上呢 有很多很多很努力的人 但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的 可是 努力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那为什么人还要努力啊 为了不留遗憾啊 我 如果没有你 我可能真的没有心情扛大事 整个肉吗 干什么 不是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时候 我总感觉你高不可攀 但自从你跟丁宪总在一起之后 你身上就多了一些人情过 我以前有没有你说的什么冷血 不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可能觉得那才是你本来的样子吧 那你们现在怎么样 有没有在一家 还没呢 我还在等他 为什么是等 他都等了我这么多年了 我 也应该要给他足够的耐心才行 但是有个问题有没有想过 像他这么优秀女孩 根本不缺人权 你说得对 那我先走了 不知道 干嘛呀 去找他 怎么办 同学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周思月她在哪儿 她有事先走了 你要是有重要的事情的话 我可以帮你转达 是这样 我有一个项目想找她合作 这是我的名片 请务必帮我转交给她 好 谢谢 来 谢谢 学长 等一下啊 怎么了 第一次穿高跟鞋 有点不太习惯 摸脚了 你今天很漂亮 真的 真的 谢谢 这个送给你 学长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我不能再收你的东西了 而且 这个太贵重了 不是很贵重 就当送你一个好彩头 祝你今晚能够签约成功 我 你穿了一条这么漂亮的裙子 肯定要配一条好看的项链啊 那我自己来吧 很适合你 谢谢 谢谢 等我签约成功了 一定请你吃大餐 嗯 真希望你不要对我这么客气啊 走吧 来 嗯 来 谢谢 走 进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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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董 你先去吧 好 小苏来了 这位是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提的 小怪兽日记的作者 丁宪 这么年轻啊 张董事您好 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喜欢我的漫画 希望我们之间能有愉快的合作 那关于漫画的内容我是这么想的 我呢 有一些新的想法 你可以简单听一下 好 您讲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咱们把你这个小怪兽啊 把它拟人化 让它谈谈恋爱 再打怪升级 同时呢 把那个篇幅拉长 现在的观众啊 就喜欢看这个 对了 还要你学美签约这个事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咱们 今天就签喽 不好意思 张董 我先去下洗手间 张董 我试陪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只是觉得 好像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谢谢 做这行的人 想的都是怎么样利益最大了 你可能听着有点不太适应 可是 他都不关心我对作品的呈现 和我想要表达的含义 这两者本就不同 你起初连载的话是画给自己的 不用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但一旦涉及到商用 你就要去考虑 大众的喜欢与否 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小苏啊 你学妹的这个原创IP啊 非常不错 扩充内容呢 连载个两百画不成问题 我们还可以啊 改成这个动画或者是游戏啊 以这种形式出现 保证能够大火啊 张董 对不起 我没法签约 张董 我学妹没有签约过 所以需要再仔细想一想 小姑娘 既然答应好的事 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真的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的漫画APP上签约的 都是微博上的人气化室 你因为自己的原因 拒绝和我合作 这传出去 大家怎么看 张董 小姑娘 你还是要学会明辨是非啊 签吧 需要明辨什么是非啊 甲方 乙方 凭意愿合作 哪儿来得强迫签约这一道理啊 周四月 我们在谈丁线的事情 听我也是在为了张董事考虑 在魏达成一致前草率签约 万一以后项目出了什么问题 应该不会希望别人说你决策失误吧 这个作品 它最大的价值就是丁线本身 是它维持不变的初心 所以从商业角度上来考量 丁线并不是最适合张董您的商品 来吧 来吧 把鞋换了 你怎么还戴了一双鞋啊 刚刚来的时候在路边买的 没事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 还是我来吧 你怎么知道我脚痛啊 因为我的脚也痛啊 合适吗 杉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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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明白 你不想让其他人另眼相看 让生活变得更好 成为一个你 学长 我只想成为我想成为的人 我以为我们是一样的人 以前是 杉杉 这个人 张董 你现在真的有儿子 有个真似的 凡数数都是价值的 你现在他们变得跟他练习 我说你这么帮他 为什么呀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对他有意思 张董 我先送你你上车吧 小苏 你说啊 这种女人 就专挑你们这种有能力有钱的下肉 张董啊 不好意思 恕我不能同意您说的话 这次的项目 我推出 我好像梦见过类似的情景 梦见我了 梦里面你也像这样牵着我的手 那时候 我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和你在一起了 所以做了很多关于你的梦 对不起啊 定星 我向你保证 以后都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 那你怎么跟行路非师姐解释啊 关她屁事啊 她喜欢你啊 关我屁事 那我跟她 关你屁事 她是在那儿 周苏月 你这是在敷衍我 哎呦 没想到 你也会为了行路非这号人物紧张啊 哎呦 没想到 你也会为苏博从这号人物紧张啊 我哪有紧张啊 怎么可能 哦 之前也不知道是谁 有跟她多说几句话 就小心眼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知道自己想要的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如果我的世界里没有你的话 那么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所以以后的路 我们一起走啊 孟希 这么多年 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过 对不起啊 如果我答应你了 那你以后可不能再放手了 我答应你 我们会一直 速去走下去的 谢谢你 在无眠的行业 高疲的季节 拼命再勇敢一些 我们会一点一点一听 长长的走下去 答案的秘密 无解的问题 都变成了最简单的一句 谢谢你 谢谢你 这个是对的 然后是总共是十六个房间里吧 对对对 周思叶 然后他 老大 那个颁奖的时候啊 有宏光科技陈总 说让你联系吧 对了 那你那个办法有用吧 我想明白了 嗯 有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 我又不赚超模的钱 我干嘛要受超模的苦啊 早啊 早 我自己拿吧 上车 师姐 不要 不要 走 走 走 嗯 要不我去坐那边吧 坐着 丁仙 这次漫展的活动文案写了吗 今天就要发公众号推送了 什么时候说让我坐了 昨天晚上开会 临时决定的 你不在 行 我马上坐 我们比赛的报告是不是也该做了 董周围 又要当组长 你又不干活 我就不要了 天哪 远方 我来写吧 没事 你睡会儿啊 谢谢老大 你可以帮我拿下包包吗 谢谢 你听吗 我写完了 你好了吗 我还没有那么快 你去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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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兄 没想到周日兄 还有这么温柔体贴的一面呢 我也是第一次见 唉 你好 老大 你怎么有点有力气不配 起来了 到了吗 喂 孙总 天线 这几次如影的连载效果非常好 我们想了一下 决定三天一更 可以的话你今天晚上就把新的遗稿发给我 今天晚上就要吗 对 今天晚上就要 哦 我知道了 我要去赶稿子了 我先做了 嗯 周四爷 晚上一起吃饭去啊 哦 不吃饭也可以 我知道附近你 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啊 走了 走吧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追了你这么久 是个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了 我到底有哪一点比不上他了 他哪一点都比你好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那天把丁线锁在服装间的 是你爸 邢路飞 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我只喜欢丁线 你跟张董的事啊 我已经知道了 你这次做事怎么这么冲动 对不起啊 马总 那件事情是我的错 我会尽量弥补的 小苏 你知不知道当初 我为什么选中了你 带给你一起创业 因为你年纪轻轻了 你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且你有干劲 还有着潮出团连人的陈 但是现在看来啊 你还是太年轻了 马总 您教育的事 对了 我手里有个项目呢 需要一个新的负责人来跟进 您手上找找空前 这个项目就交给你来做了 老大 等小师妹的消息呢 想不到你也有这一天 风水轮流转 你好像都没撞过我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 就挺没意思的 叶教授 思雨 嗯 昨天宏光科技的陈总 来照顾过来 对你的机器人很感兴趣 也想跟咱们团队合作 宏光科技的陈总 对 我好像有点印象啊 我想起来了 就是上一次机器人大赛 颁奖仪式的时候 他让我把他名片传交给你 那他们公司具体是做什么的 这你都不知道 宏光科技 对 国内目前最权威的智能机器人公司 主要对外推出的就是 人型智能机器人 叶教授啊 我不太想跟蓝某合作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 跟宏光合作 不仅能赚到钱 还能跟国内顶级团队合作 你放这么好的机会不要你想干嘛 是 宏光科技是很好 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一家高端的科技公司 它会想要跟大二的学生团队合作 而且我们目前手上的机器人技术并不完善 也并不具备相对明确的应用方向 现在不具备 不代表以后不具备 所以这就是问题嘛 他们明明可以去找性能 技术 都更成熟的团队啊 又或者说 等我们做得更好的时候 再来找我们合作 他们在这个时机下找我们 我怀疑合作只是托词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买断我们的专利 买断专利对我们现在来说 我应该也不是坏事吧 在合作理念是否统一 都是个未知数的情况下 买断专利就意味着 我们这么久以来的研究成果 全部拱手让人 你愿意吗 叶教授 我觉得您可以再考虑考虑 如果周思越不愿意 我可以带我们小组 跟洪光合作 我再想想吧 教授 拜拜 好 赶了一晚上稿子 能吃到好吃的 真的太幸福了 你不累吗 不累 不累 画画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不累 就是吃撑了 吃撑了 吃撑了 吃撑了你还买这么多零食吃 女生的肚子里吃饭跟吃零食 不是同一个胃 对 还有什么想吃呢 想吃冰淇淋 冻不死你 你买一个我就吃一口 那剩下的呢 你吃 我才不吃 哎呀 哎呀你不要这么绝情嘛 叫什么味道的 啊 蓝梅味的 蓝梅味 嗯 好凉啊 凉就别吃了 你不行 这个很好吃的 不能浪费 你吃吗 我不吃了 你吃吗 你嫌弃我 好凉啊 好吃吗 挺好吃的 我实验室还有点事 你要不先回去吧 哦 那我先回花市了 好啊 我走了 好 以后别再来找他 我是过来找你的 这是华清的一个年轻团队 刚在机器人大赛上获得了冠军 就被洪光的人盯上了 你啊跟他们记住一下 跟他们聊聊 您是想把他们都挖过来 他们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想知道洪光在做什么 好对了 我这里啊还有一份文件 也许能够帮人的吗 谢谢你们看得起我 不过我只是个学生 目前没有跟任何公司合作的打算 不是跟我们合作 是让你跟洪光合作 你们想让我去洪光偷资料 没有 没想到你们这些人 为了赚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还是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也没必要聊了 违法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 你还是不要再自讨没趣了吧 你看完这个再决定吧 你这身体啊叫你多出去走走偏不去 非要闷在屋子里 我这一走动吧 脑子里全是想法 看看书反而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违法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 你还是不要再自讨没趣了嘛 你看完这个再决定吧 我们已经查出当时陷害你父亲的人是谁了 好 四月来了 学校哪个课呀 已经上完了 这边 好点啊 好多 我听说 这回应由我拿来讲 做得不错 不是任您交得好吗 来 喝水 对不起啊 爸 你有什么事了 我是 觉得我之前让你们担心了 妈妈知道 你一直都是一个很优秀很乖的孩子 我们从不担心你会做错什么事了 有什么事情 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 更有务力 那如果是那件事情 需要去牺牲一些东西呢 有舍才有得 不是吗 如果不是这次出事 我还不知道 我们家也可以很幸福 记住爸爸的话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就可以了 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喜欢我儿子 也不要有遗憾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会的 有钱真好啊 连真相都能买到 不过我还是拒绝 你现在不会做不代表你以后不会做 他现在爱你的干净和清高 总有一天你也会为现实低头 但是 到了那个时候 你觉得 他还会爱你吗 我和你可不是同一类人 好 送我呢 鞋子送到了 我先走了 那你着急干吗 看看啊 怎么样 不错 还挺有眼光的 那是 也不看看谁买的 你怎么给我转这么多啊 那是当然的啊 我可不能让你吃亏啊 那算了 我不能要 我最近有钱了 这次稿费我结了四千块呢 我觉得赚钱挺容易的 这样 以后你待在家里 我出去赚钱养你 你看你最近这么忙 我都心疼 看把你嘚瑟的 赚这么点钱就知足了 四千块也不少了 而且 我靠我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 既没有坑风拐骗 也没有像现实妥协 谢谢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 有一天你发现我变坏了 变得是非不分了 你会怎么办 你怎么会这么问啊 你心情不好吗 没有啊 那 是因为比赛 不是 实验 我先问你的问题 你先回答我 你可要保持初心啊 我没有办法想象 你变坏是什么样子的 喂 丁信 你漫改的小说 版权出问题了 苏总 上次那个小宽兽日记的博主 好像出事了 喂 孙总 我行啊 我可以打桌子 我会打桌子 我要打桌子 我打桌子 我打桌子 我去打桌子 我用索总 你来打桌子 我已经打桌子 你说我licher链子 如影的版权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版权的事情 该我当时没有好好地和你说清楚 你看第39条 如影版权到期后 如影的慢改作品版权 归画手和梦之旅 共同所有 最终解释权 归梦之旅 所以你们把版权分给我 是因为早就算好了 要让我一起承担侵权的风险 你可以出去看看 现在还有哪一家漫画出版社 会把慢改的版权和画手共享 我们这么做 难道不是为了你忙好吗 可是你隐瞒了版权到期的事情啊 合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如影慢改的收入 完全可以让梦之旅出版社 轻松承担起赔款 我拿最少的稿费 却要承担一半的赔款 他们早就算好了这笔账 挖好坑就等着我往里跳 没事的 刚入行嘛 难免要上当的 不过他们当时跟你提出 要共享版权的时候 你就没有怀疑过吗 我哪能想那么多 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 还是好人多呢 傻不是 是 叫你最聪明 来 喝杯咖啡 消消气 你这拉花 怎么这么丑啊 我又不是专专业的吗 我又不是专业的 你心里来吗 来就来 来啊 怎么弄啊 好 左手拿着咖啡 嗯 右手拿着奶 从这个角度 慢慢一点点倒进去 不能快啊 嗯 看来时光可以如此曼妙 怎么了 我学会了 我自己来 回忆留在和你每分秒 是爱情不可打扰 很奇妙 你放这么多糖啊 咖啡太苦了 我都喜欢喝甜 等我一下 来 等等啊 你吃一口这个 喝一口咖啡试试 怎么样 嗯 好吃 吃吗 给你带个脏 现在开心了吧 嗯 谢谢你和我开心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嗯 我得去找原作者谈谈 这件事情私下解决最好 嗯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 这件事情你也是受害者 所以 你在找原作者谈的同时 你最好也找找 有没有能证明出版社骗你的证据 你有没有当时你们签的合同 或者聊天记录什么的 我帮你看看 嗯 嗯 这件事情我可以自己做的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是我也要慢慢学会自己去解决问题 好啊 那如果你找不到证据怎么办啊 那就老老实实赔款喽 多少钱啊 五十万 哎呀放心吧肯定到不了这一步的 实在不行 嗯 那你就输留我在家打工呗 叶教授 我还是想跟洪光的陈总见上一面 嗨 嗨 等好久了吧 给我吧 没有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在机器人大赛上的表象我看到了 不过 之前 你已经拒绝我了 不是吗 是 我之前是以为 自己和贵公司理念不合 所以选择了拒绝 那现在为什么又 自己找上门来了呢 因为我需要钱 你很坦率 说实话 我之前呢 只是想买下你机器人的专利 但是现在我改变我的主意了 机器人的专利 加上你毕业后两年的劳动合同 开个价吧 五十万 孙悦 如果可以的话 这笔钱我现在就要 年轻人不要太心急了 咱们还是要等合同的流程都走完 你怎么不说 好 那我等你消息 喂 你好 喂 丁线 你好 五十万我已经收到了 一会儿我就会在微博上 帮你澄清抄袭的事情 你放心啊 可是我没有给你打钱啊 昨天有位先生主动联系过我 说要帮你还款 你不知道吗 那我可以问一下那位先生 叫什么名字吗 好 学长 可算是找到你了 谢谢啊 你怎么来了 谢谢你帮我还钱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我也 只能罢你这些啊 哎 学长 你没事吧 你还好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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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 你先回 没事 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怎么办啊 我先送你回去吧 学长 学长 你能起来吗 哎 小心 哎 小姑娘 去哪儿啊 你等一下啊 师傅 学长 学长 你住哪儿啊 学长 江南大道 哦 江南大道 好嘞 不是 小姑娘 你下不下啊 学长啊 学长 你醒醒 江南大道哪儿啊 不是 小姑娘 你下不下啊 哎呀 哎呀 怎么办啊 哎呀 怎么办啊 哇 学校 你太重了 学生 你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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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你喝醉了 我已经都喜欢你了 我喝醉了 你喝醉了 你喝醉了 I'm not the one who doesn't want to fall in love that wake up I'm just the one who doesn't want to give you nothing but this love You gotta stay in the love I'm gonna be on another side I've been on another side Up at all, I'm gonna stay in the cold You gotta stay in the light I'm gonna be on another side I've been on another, I know that I've come from you My love ain't what you do 救自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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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总 您办公室有人等您 周思悦 这银行卡里面有五十万 密码是定限生日 帮我跟献献说一句 对不起 对着做什么 我仅靠你 不要再纠缠她了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窗外晚风轻轻划过发烧 凸凸你的微笑 好想习惯躲进你的怀抱 不停一样起嘴角 很奇妙的味道 浪漫在发酵 浪漫在发酵 有限度的愿望 和你经过漫长 实现了所有幻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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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